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级鉴定 那么今天呢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学习词级鉴定 以及你产生对所谓标准器质疑的这个 根据方面 你要真的做到有学识才可以 因为网上呢 现在有些人质疑这个大英博物馆存的这一件 这一对原青花的龙文向尔屏 质疑的道理在哪呢 说中国已经在桂酸岩研究所 把这个原青花的胎 又清廖等等都做了研究 那么这个有具体的数字 那么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对原青花 你有没有被这个做过这样的研究 其实呢 这些人的这种质疑呢 是太无知了 大家记住 桂酸岩研究所所做的这些研究 他使用的是瓷器标本 而不是整器 因为他需要把这些东西进行各种的提炼 以及这个检测 都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破碎性的 在世界上对整器进行所谓的年代测试 会对整器造成伤害的方法呢 现在公认的就是热氏光 但是热氏光呢一定也会破坏到瓷器的完整性 因此呢 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采用这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这些瓷器进行检测 而桂酸岩研究所所进行的这些检测都是使用的瓷片 这个呢 桂酸岩研究所自己的报告里面也说的很清楚 因此呢你质疑这一对瓷他的真伪 很可笑 你提出来的这个质疑的方法就很可笑 另外还有人呢 就是根据所谓这上面出现的这个所谓的简体字 又提出来了质疑 关于这方面呢 我已经做了一个视频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说明 真的 你这个没有文化呀 你不要玩收藏啊 你没有知识 真的不要玩收藏 因为瓷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一个过程 整个制词工艺按照古人的做法啊 就是要有72道工序 那么现在的这个制词做仿古词 也不是说啊 虽然他有一些所谓简化了 简化是什么 并没有超出72道工序 而是在这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啊 由不同的厂家来做了 但是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窑口啊 可以声称他什么全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景德镇现在有几个窑口啊 卖这个房古词卖的非常好的 他无论是从他的这个泥料到他的幼料到他的这个青花料都是从不同的厂家购买来的 然后呢 他自己经过不断的啊 入炉烧灶找出最好的一个效果来 才能做出这些所谓的这个房品 当然这是做金房的 如果要是做那个低房的根本就不可能花这些钱的 对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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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